四旬七第五周星期二 诅咒般的爱情 你们必要死在你们的罪恶中 公读圣罗网福音第八章二十一到三十节 那时耶稣又向他们说 我去了 你们要寻找我 你们必要死在你们的罪恶中 我所去的地方 你们不能去 犹太人脸说 他说我所去的地方 你们不能去 莫非他要自杀吗 耶稣向他们说 你们是出于下 我却是出于上 你们是出于这个世界 我却不是出于这个世界 因此我对你们说过 你们要死在你们的罪恶中 的确你们若不相信 我就是那一位 你们必要死在你们的罪恶中 于是他们向耶稣说 你到底是谁 耶稣回答说 难道从起初我没有对你们讲论过吗 对你们我还有许多事要说要谴责 但是派遣我来的是真实的 我由他听来的就讲给这世界听 他们不明白他是在讲论父 耶稣最说 当你们高举了人子以后 你们便知道我就是那一位 我由我自己不做什么 我所讲论的都是依照父所教训我的 派遣我来者与我在一起 他没有留下我独自一个 因为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 当耶稣讲这些话时 许多人便信从了他 基督的福音 基督我们赞美 主内亲爱的兄弟姊妹 早上好 今天的福音呢 主耶稣一连用了三句 非常刺耳难听 甚至带有诅咒味道的话 你们必要死在你们的罪恶中 这句话是真的是有点震惊 首先这句话震动的是我的心 使我发现在我的生命中 正在逐渐走向死亡的东西 另外还有那拽着我走向第二次死亡的罪过 我们越来今年呢 我的一位堂哥 曾经给我发过一个短信说 我们都老了 虽然不是太老 但是我们发现 生命正在走向终点 还有这句话也让我发现 在我的生命中始终有一些 要带领我走向死亡的罪恶 其次这句话也让我看到有些人 身体已经油尽灯枯了 可是依然犯罪不厌 有些人就好像飞驰在一辆 就好像一辆飞驰在悬崖笑臂的跑车 正在疯狂的跑向 粉身碎骨 有些人封闭心灵 心硬似铁 好坏不吃 软硬不吃 天堂地狱 永发赞发 全然不惧 他们真是吃了秤托铁了心 天主永别了 天堂永别了 真爱永别了 看着他们可怜可恨可耻可见的身影 突然我好像稍微明白 主耶稣这句刺耳难听 带有诅咒性的话语 那是一位洞悉人类未来命运的先知 发出的警告声 那是一位父亲看见无你不孝之子 伤心叹息的无奈声 那是渴望浪子归家的父亲发出的爱情呼唤声 下面呢就让我们分别来默想 第一 先知的警告声 无可置疑的主耶稣这句话带有很强的警告味道 就好像旧约的先知如何警告即将遭受大灾难的以色列民族一样 那么主耶稣先知性的警告是爱恨交加的警告 就好像欧塞亚先知发出的伤心之爱的警告声 当以色列尚在幼年时 我就爱了他 从在埃及时 我就召叫他做我的儿子 可是我越呼唤他们 他们越远离我 去给巴尔献祭 向偶像进香 是我教了阿弗拉因迈步 双臂抱着他们 但他们却不理会 是我照顾了他们 是我用仁慈的声索 用爱情的带子 牵着他们 我对他们有路高举婴儿 到自己面甲的慈心 扶身喂养他们 他们却要返回埃及 要亚述做他们的君王 因为他们拒绝归于我 刀剑必要在他们的城中横行 杀绝他们的子女 在他们的堡垒中吞吃他们 这就是又爱又恨的警告声 爱的是可怜 软弱的以色列子民 恨的是他们的无耻邪恶 这种感觉有点类似 一眼就洞悉不孝子 未来命运的父亲 那真是打不是 骂不是 恨不是 爱不是 就是因为爱才恨 恨才爱 爱恨交加 苦不堪言 所以耶稣才发出那一声 爱恨交加 悲愤犀利的警告声 我去了 你们要寻找我 你们必要死在你们的罪恶中 这句警告声音 还带着悲剧的味道 那意思就是说 我在的时候你们不找我 等我走了 你们四处寻觅 但是世界上有什么都有卖的 就是没有卖后悔药的 过了村没了店 到那时就是 嫦娥后悔吃零药 避害青天 夜夜新的悔不当初 可是一切都晚了 可惜 悲剧好像是注定的 这世界上好多事 无论天出怎么警告警醒 面对主耶稣爱的警告 犹太人竟然 讥笑嘲弄的说 他说我去的地方 你们不能去 莫非他要自杀吗 明知故犯 揣着明白装糊涂 是何等可恶的行径啊 兄弟姊妹们 在咱们身上 有多少这样的行径呢 我们悔改吧 再不悔改 悲剧迟早是属于我们的 比外交人更可悲 到那时 第二呢 父亲的无奈声 那么耶稣的这句话 还带有一种 无奈的警告味道 就好像上面所举的 那个父亲的例子 惩罚是父亲的无奈之举 最后一招 敬酒不迟迟罚酒 这就是天主脆弱的傲击 全能的天主 竟然没有力量 面对人心的悖逆和心硬 好像经常令天主束手无措 这就是天主的爱 和人的悖逆 交织在一起的傲击 那之所以显得无力 就是因为天主的爱 爱好像拴住了 主耶稣的双手 而人呢 竟然恬不知耻的 利用天主的大爱 犯罪作恶 无法无天 去挑战天主的极限 为什么天主束手无策 就是因为爱 好像天主的全知 被他的大爱限制住 好像天主高举的皮鞭 始终打不下来 好像天主担心 是否这皮鞭 将我们的希望破灭 好像天主害怕 我们会离家出走 可悲可叹 狡猾鬼扎的我们 不但不忏悔认罪 竟然利用天主的 惆怅和忍耐 抓紧时间拼命犯罪 我们这样做 正如耶稣说的 你们出于下 我是出于上 你们是出于这个世界 我却不属于这个世界 这就是我们天生下贱 无耻的心灵 与世界通流合物的 卑鄙灵魂 自私自爱 将我们牢牢的绑 在肉鱼的世界中 有如一只被 罪过俘虏的野狗 又好像一头 直接吃不计打的母猪 为我们所存留的 将是黑暗的游民 我们又像狗吞吐的 又吐出的 又回来再吃 又母猪洗净了 又回到污泥里打鬼 各位教友们 我们还有什么可骄傲的 罪人一个天生败坏 再不投靠主耶稣 再不向天仰望 仰望耶稣的救援 烈火和黑暗 咬呀和车 车齿正在向我们招手 第三爱情的召唤 那么最后呢 主耶稣透过着诅咒般的警告 其实是主耶稣的深情大爱 爱情的召唤 我记得小时候啊 我曾抱怨 我爸爸老诅咒我 说我长不成气 为什么父亲不能多赞美我 鼓励我欣赏我呢 现在我才明白 真正的爱 在面对孩子的邪恶行为 哪能欣赏赞美呢 那是浮浅灵修的指导 只有书本之事才会那样教导 那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你不做父母 不知道什么叫可怜天下父母心 一个爱孩子的父母 即便是欣赏 有的时候心里是痛着 不得不欣赏 诅咒是一种爱情的表达 旧约先知们常常发出 诅咒般的爱情警告 你可以看看旧约的先知书 就能看到先知们对以色列的那种 用天主的爱的诅咒 诅咒不是真诅咒 只是借用极端的诅咒表达 恨铁不称刚的真爱 其实只有真爱的人 才会发出这样的诅咒之爱 一般的关系才欣赏和赞美 咱们举个例子 我们对外人很容易赞美鼓励 但是遇到亲人堕落败坏时 我们的愤怒骤然生起 之所以愤怒 就是因为爱之深恨之切 不冷不热的教导 不是主耶稣的教导 夸赞赏识的宣讲 更不是主耶稣的方式 为什么呢 因为当我们心中被大爱充满的时候 看到一个罪人正在一步步走向死亡的时候 你说我们还有时候去赞美肯定和欣赏吗 那一定是跑上前去使劲将那个罪人拉回来 甚至打他几个耳光 流着眼泪诅咒他说 你去死吧你 你死你死 各位教友们 从事扶传事业 教育事业的兄弟姐妹们 我们对于大罪人 有主耶稣那爱很交织的大爱吗 对于那些极端危险的罪人们 我们是不冷不热不急不躁的教导 还是心急火燎般的大声把他们骂醒呢 结论 你们必要死在你们的罪恶中 主耶稣这句带有诅咒般的警告声 是爱恨交织的警告 爱的是罪人 恨的是邪恶 爱恨交织 是因为罪恶和罪人合成了议题 那么这种警告也显示出天主爱的无奈 和渴望罪人悔改的心情 因为福音中的每一句话 都是为了使我们悔改得救 诅咒不是真诅咒 是被大爱围绕的诅咒 是伤心之爱的表现 祈祷 主耶稣 求你派遣圣神 是我们赐给我们悔改的恩典 求你驱除我们心中的愚昧和心硬 是我们善用你的仁慈 从事我们得救的事 你是天主 永生永亡 阿们 永生永宝 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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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们下期见 好